离基隆宇最近的地方在哪呢 答案是和平岛 战胜雷达站感受山海魅力 也感受废弃雷达站的新生命力 真的是进到难怪以前 那个日本人会说 和平岛是大基隆宇 基隆宇是小基隆宇 在坚持生物多样性理念的业者经营下 赋予雷达站多元功能 可以是休憩的午茶店 也可以是团体开会研讨的据点 楼上的景观平台也能办理聚会 最酷的是善用外来生物种 创作美食艺术 大花咸蜂草 它过去是因为它一年四季都会开花 所以它被引进来台湾养蜂 后来它才是太强劲了 所以后来台湾到处都有 我们就把它呢 加到甜点里面 然后让大家就可以透过吃这件事情 来减少外来入侵种的植物 这个水果茶味道 觉得是我喜欢的 有点酸 但是不会太酸 雷达站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角色 厨艺后以新面貌出现 让曾经在这里服务过的民众 不远千里寻来 以前待过的东部的所有的雷达站 能保存下来 深圳连做成文创的 只有这里了 现在这个地方 这是以前我们的作业室 今天从宜兰请摩托车来 坐在户外的雅座空间 可聆听蟲鸣鸟叫 还可以拍下无敌海景 或许还有机会跟松鼠合照呢 我们发现这边有一种 台湾特有种鸟类叫台湾竹鸡 它就住在这边一家人 所以我们也觉得 这个地方该要被保育下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傍晚的时候 还会听到他们在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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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叫 这家店都是用环境永续的 很赞同 以环境永续为主轴 又将最好的生态与美景 展现给登梯而来的民众 从饮食 旅游环境减碳 朝永续发展的目标迈进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